疫情过后的世界 香港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在 六四的31周年的当天 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国歌法 有人说这个基本上就对于香港的 社会的控管会更加的加强 我们给大家告诉一下 这个立法会的票数 41票赞成 1票反对 让国歌法三读通过 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未来在播放国歌 这应该义勇哥进行曲嘛 在播放的时候 如果现场的人比个倒战 或者是虚声 或者是任何把这个国歌 篡改歌词等等 那就有可能被罚港币5万块 或者是最高到监禁三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法的通过 当然香港的社会 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声音 那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他说要用坚定不移的立法 但是北京方面也会听取 各种不同形式的香港社会意见 黄老师你怎么看这事情 因为通过这个法就代表说 更加强管控的力道 但是北京中央的说 会去听更多元不同的声音 好像又是相反的 我觉得立法 这个国歌法一定会立 也一定会过 他必须要把那个 就是把那个边际啊 要把话出来 然后让自己手上有执法的一个依据和工具 但是在实际执行上面 我觉得这次 虽然说不管是 这个港澳办多位阶多高 香港中联办 这个态度多硬 那么但是我觉得 中共中央应该也学到一些教训 从这个香港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扩大沟通 他只是在防一部分 你有没有发觉他现在所有的处理 最主要是处理防止外国势力介入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 所以我觉得他 他基本上是在排除 极端负面的因素以后 然后以维稳恢复秩序为主 他并没有要揽炒香港 也没有要毁掉香港 这对中国大陆有利的 我们再回到这个国歌法来讲 我觉得这个 他是未来在执法的时候 应该会有多种多重的考量 然后再去透过案例 去建立一个惯例 比如说大陆的摇滚歌手 也有把义勇军进行去 改成摇滚式的唱法 那个你说变造到什么程度 到底是爱国还是毁 还是破坏国歌的尊严 这种就又变成认定的问题 大陆自己那个网路上 传了很多变造的 这种义勇军进行曲的这种唱法 那有些人很澎湃啊 觉得这个很好听 年轻人特别喜欢 他反而不喜欢那种原本的原版 但你觉得整体来讲 香港的批判的声音 还会维持过去的高声量吗 不会 因为这一次整个中国大陆 非常明白地告诉所有的香港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 这个包括这个国安法的决定出来 然后国歌法通过 然后这次股市还没有整个崩盘 像大家觉得 对 没有崩盘 对 为什么 因为香港罕大多数的人 也认为从去年到现在 乱到一个程度了 应该要有一定秩序的恢复 那么所以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物极必反嘛 当然抗议示威的 觉得自己公民权 尤其是发言权 比如说宣誓就职的时候 对国旗 这些东西都还会存在的 都还会存在 公民的声音也还会继续出来 只是说 中国大陆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 如果我以最好的 最善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他就是要恢复稳定 把周边底线画出来之后 清除了外部的 介入了干预的势力 接下来你认为香港的社会 应该是朝维稳的方向走 批判的声音没有过去大 但是整个社会是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 就是会稳定一段时间 我们来请教郭委员 因为现在本来这个 汇丰跟渣打银行 对于港马的国安法通过的立场的想法 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但是后来被包括了梁振英批过 被北京日报痛斥过之后呢 现在就完全支持港马的国安法 这是一个开端 不 你讲的应该是反送中 那个运动期间啊 那汇丰银行有人说 他是金钱流通的管道嘛 那后来他不是做人事开助 那之后事实上他基本上 就没有对国安法发表过意见 所以梁振英是在讲过去的事情 事实上今年汇丰银行在修国安法期间都没有讲话 那后来人大通过之后他公开表态致辞 那渣打更是如此啦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的业务有70%在中国跟香港 这很现实啦 而且汇丰银行是香港第一大银行 他赢额遥遥领先其他银行 那你看这军战时间港版的国安法 包括了香港立法会的国歌法通过 但港股也还OK 你怎么看资金的一个动向 目前你看到事实上港元的汇率啊 因为他的联系汇率是5.75到5.85嘛 那他现在还是在高档 还是5.75那一端啊 然后资金也没有明显的外流 大概只有小市民在排队换美金 可是那个量很 总量是不成比例啦 所以我认为基本上 而且你看到英国也表态了 然后欧盟也表态了 说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就去抵制香港 大部分都是认为这个是 政治自由民主人权的问题 那并没有说要在经济上做什么动作 不过香港这事情 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 美国要变卖在香港的一些资产 那是不是要放弃香港 我们上次节目当中的 不他是卖掉回租啦 因为他知道他的人会裁减 对啦 他本来住港1000多个人 但他也可能预期到 到时候的港币的汇率也可能会低啦 他也可能预期到未来的经济状况 当然 现在还OK 就高点变现也是个事情嘛 当然是 因为我们上次 在上一集的节目尾声提到一点 就是美国心里面怎么想 他从变现美方的资产来去看 他是否某种程度也觉得香港 香港如果真的垮掉的话 可以把大陆也拉下来 美方心里面怎么看着香港 美方不会这样想 不会这样想 因为香港是第三大的美元交易中心 香港垮掉你美元不会受影响吗 美元霸权在亚洲会不会 被重组啦 就大家会用多种货币组合 来取代你这个美元霸权 美国还是会把香港作为美元交易中心 当作一个筹码啦 而且你不要以为统治美国的是美国总统 是华尔街啊 华尔街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吗 你泄露他国籍 我认为不可能 赖老师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不会啦 你看那个当时 美国的声音跟英国的声音多大 但是美支 英支也都没有跑啊 也都留在那里啊 所以当时在鼓吹说 香港完蛋了 香港崩解了 其实都没有发生 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就预判会更好 不会更糟 而且你看这次香港的三大家族啊 全部都跳出来支持国安法 其实道理很简单 当时的这个逃犯条例中 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对于很多的港商 如果在中国大陆经商 他们有做那些涉嫌违法的事例 说行贿啦 或是草地皮啦 然后等等 那这个逃犯条例都基于他们本身 可是国安法都不基于他们本身 国安法是对外国境外的势力在香港 去破坏香港的稳定繁荣 然后去这个地方搞颠覆 然后以及香港的港独他们挂钩 他只针对这个部分 所以你很明显的就看到 香港的商家几乎都支持国安法 因为他不是逃犯条例中有急于他们 那些香港商人在大陆 那么可能有被把柄被抓到 那是香港的商家做生意的嘛 那如果说做一个外资来看的话 之前本来预期 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可能有资金会到新加坡 或者是到上海这个经贸区 去跟中国大陆企业合资 开新的公司 这两个现象好像也没那么的明显 没有发生是因为香港稳定嘛 那也就是说你这几个家族都稳定 然后中国大陆的 对香港的立场也很清楚 然后接着马上就看到 原来英国政府也好 美国政府也好 都是雷尖大利点小 也就是说当时都是危言恐吓 也就是打贺阻牌啦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讹诈啦 就是说香港你如果定国安法 然后一定会崩解 我们一定会怎么样 现在都是证明原来那些弹头学者 或者是那些御用的学者 或者是那些所谓的专家 其实都在危言恐吓 因为真正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就发生了 就发生了 然后所有的事情 他们都没有一个敢做 是因为当时都牵涉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都是牵涉到这样那样的利益 我们已经有讲过 美国在香港的这些公司撤走 他又没有什么高尖端的技术 他不过就是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你卖掉 你办公桌你也不可能搬回去 你电脑都旧了 你也不可能搬回去 那就是人拍拍手 那就回家了 那问题就在于 他原来在香港的每一年的 多少亿的这些交易 他全部都丢掉 没有一个美国商人会干的 所以我们当时的推断就是说 没有一个美国的企业 会听你美国政府的话 事实上美国政府也没做事 川普就打假球 我都打假球 还有一个关键的 就是在这一次 就是两会之前 在酝酿之前 我都在课堂上跟学生讲 我说川普的香港的 在二十大的时候 香港成立但叫不出来 对 这个法律完以后 他已经贏了 没贏了 光今年的决定 他香港已经OK了 对 这个时间 大陆满美不要再抛售我们的比赛 不为你能关到这里